嗨大家 好久沒有素顏住現在鏡頭前 上上週的時候去日本晚睡然後又早起 然後再上一週去參加台大一個活動 尋求集思論壇 每天大概都是八點多九點要去簽到 沒有到很早睡 但是有很早起 睡得非常少 但也是因為這兩週都是蠻早起 所以就讓我自然的把作息調整過來 小小補充一下 我在大概半年多之前拍一支早起吃早餐企劃 找好幾個朋友一起早起一個禮拜 因為拍了那個企劃 所以到那個學期的最後都是一直在早睡早起 作息整個有調整過來 昨天我11點就睡了 不然就順勢來重啟這個早餐企劃好了 現在是11點05 那就明天見 現在來到中山 因為要配合白夜豆腐吃素 所以我們選了一間吃素的 那我們這個企劃就是要讓 跟我一起吃早餐的朋友分享說 不知道怎麼規劃 我們就從百萬Youtuber開始 九百六問 我是素顏要參加 去點片拍店 第二個就是高東 交易在幹嘛 基礎知識方面第三個就是 專演一下 有時候不可能 當然還有那種找專題啊 什麼那個就不用再做 那我換蝦米 你的故事最有趣 我還是團隊啊 做贏跟弱勢嘛 讓前面的業務或是夥伴 可以這樣開發案子 就開發案子 想創新就能做創新 家教就佔有一次 其他應該去吃 套牙子 至少先去把這個證照拍起來 現在稍微整理一下 中午跟朋友吃飯的一些想法好了 有跟白夜豆腐講到 他就說 你最近碰到很多瓶頸喔 然後我就說 其實瓶頸一直都在 只是你有沒有去呈練他們而已 我覺得可能最近過得有點小壓抑 沒有跟什麼人講 中午的時候一講 就整個在打破坊 就其中有朋友在說 就跟一年前的時候比 跟人感覺很不一樣 這一年中我 一直看見自己 很多不足的地方 今年上半年 我給自己立一些目標 但從結果來看是失敗 反覆的去想說 是哪裡出了什麼問題 是不是因為我還不夠努力 或是還不太懂 怎麼讓人家看到自己的價值嗎 進而去思考說 那我的價值就是在哪裡 就也因此有點否定自己的感覺 就可能我自己心裡 一直有一些矛盾 就是有想要做的事情 但是沒有真的那麼那麼想要去做 這矛盾不斷在某些時刻 會反噬自己 到底有沒有一個 所謂的核心價值在 開始在 懷疑這件事情 去年夏天 不以為我找到了 我自己的核心價值 可是其實那並不是真正的核心 而是一個表層的價值 然後我以為那個是我想要追求的東西 那個其實可能沒有對應到我 自己行動的最深層的動機 很多觀眾 不管是私訊或是當面 遇到的都跟我講說 在我的影片裡面有看到 你們自己的樣子 其實我聽到的時候都蠻感動的 一方面是我做的內容 讓人感到覺得共鳴 那一方面是 也有人跟我有這樣子的共鳴 或是也有人可以理解我的感受 影片或是這媒體 明明是一個單向的傳播 但是這個單向的傳播卻 回饋回來給我 達到一個雙向的效果 我覺得這個是我在做頻道的這快兩年的時間 對我來說蠻有意義的事情 我之前看到一個概念很有趣 他說早起並不是在某個時間點以來 而是你比你原本應該起床的時間 早一點起床 每天多出一段更有精神 更有專注力的餘域 可以去做其他的事情 這次跟上次影片會不太一樣 我應該不太會直接記錄說我是什麼時候睡的 這次企劃我不想要給自己太多的家鎖或時間的壓力 來到學校 不知道他想有沒有那種感覺 暑假我已經要來學校了 已經覺得很累 就是你來學校 可能圖書館之後 你會看到 哇很多人都在這裡 很認真 那我就覺得 這世界怎麼 給我壓力的感覺 好久不見 今日蠻要失望 我剛剛在圖書館點數 然後他要來找我 他要說被他談到的 我剛剛在聊 今天影片 他有頻道 看他搞什麼 記得去看我傳播 應該在影片 我到現在真的很安耐這麼好的 真的超好笑 然後你笑點又超多 真的熱熱熱熱熱 等一下你笑一句 我已經拍過家幻生的 生氣的影片 那你要分享一下就輸掉了 就讀書 沒有辦法也知道 就三顆 都六顆 然後我只有一顆是上 便收 然後其他都是數位 我現在複習Python 城市的心中 所以我應該會比其他 要花個多生 在複習 然後跟電視上面 這不是哪裡卡 是哪裡卡 還是幾個少是哪裡卡 現在是晚上11點 回家之後就是在剪片 最後這段路應該要上一支 跟白愛豆腐一起拍的影片 好好加一顆鏡頭 然後可能大剛需要講的時候 我覺得很卡 整個會很難剪 就覺得跟一開始 浴血的效果有差 但整體來說 內容一定還是很棒 接著大家去看 背著 平凡筆電 還有日文科目 腳架 水湖雨傘 半週里 我現在是早上10點 然後就朋友們全部吃到 馬上我也為了 那麼準時 這樣子退到 我人到極過了半小時 我下禮拜就要走了 什麼事 小琉球嗎 對 大空換 好尷尬 你根本就沒辦法看見 對我根本沒辦法看見過 你打個話就是去做錯過 我現在 潛水店啊 你也本就會潛水喔 我現在有那個 Open Water 開放水日的水費潛水員 要一份夏天的工作 所以我必須要學會潛水 真的沒有喜歡潛水 不喜歡水 怕水啊 你怕水啊 欸對 這以前不是都不游泳嗎 那個 游泳拍都不下水 沒有其實我會游泳 我只是不想游泳 這台片要自己長怎樣 今天喔 暑假的就是瘋狂打工 因為我的房租要繳不出來 我看你在大話 西月水頭 然後 大家找一個 施行 術士分析 他就是那一個 交換名 你還記得我們以前 就是高三來台大的時候 我還不會騎腳踏車嗎 他們那時候兩個在騎 然後我在後面跑 藝術季認識的朋友 應該是這樣的影片照也蠻多次的 我家要考託 腳要滑 所以你已經打算你要下個學期升級了 對 今天是好好規劃下學期要做的事情 展示或是有時候要進程度很高 就重新規劃然後重新設定 對 好 他可是你要進程度很高 我們都用第一次帶來的 我以為你帶來的 這就不行 師傅 其實我這個時候 他就一隻 這個時候 他有一個 這個時候 叫我來的 哪個 他有一個 因為大家現在都很好 所以其實大家都有點不太喜歡睡 他們到底是幾個畫 比較多 不過睡大衣服的術室上 其實衝進來比較加快 所以衝進去看小姐 然後想不到睡覺 就再衝進去 再衝進去 想要你做什麼東西 你沒聽過你做這種事情 主席陷阱 然後他願意要你再多一台衣服 那我身頭就是跟學弟同樣 然後去掉了 對啦 實習就是從一個台大衣服的 不明是登記什麼的 我公開 台大衣服 再次也是衝進去 他們家其實是很適合的 所以想要我們是因為 在衝進去 現在是在作品 因為我們其實是 性不長 所以客戶就是品牌場 把他後門那邊 騎腳踏車 騎到南京復興來 叫做一個學姐辦的活動 拍到 鏡頭之外 把他家都會這樣 哈哈哈哈 早安 12點多歲 然後今天其實很多洗衣服 應該算是有睡飽才對 但是我今天還是覺得挺困的 我就是應該適合 你們在那邊 賣新的日子 你跟演員教室 他們是本職的嗎 對 你們確認 把他們設立資料 原本我就沒有規劃在這個暑假或在打散的時候實習 所以我就是 還是安排了蠻多事情給自己做 就有一種 身邊的人在職場上 那我在其他 我想要努力的方面 應該要更用盡全力 出現給自己的蠻多目標 然後希望自己可以努力去達成